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围战 本节目由葵花卫康林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卫粘膜止痛更止痛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 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队的基本情况 特别请看 我们结婚25年了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 又是养孩子 又是工作赚钱 什么事都是为了他们父子两个 他们不领情也就算了 对待我就像对待仇人一样 我知道 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但他用的方式方法 真的让我和儿子很难接受 想要和他好好沟通一下吧 但他却很强势 谁说都不听 不听建议吧 也就算了 说两句话吧 就要发脾气 我真的很后悔当初跟他结婚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和他好好过日子 有请这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霍先生51岁来自河南 女嘉宾刘女士48岁来自河南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就算年过半百了 结婚有25年 25年了 25年 娃多大 23岁了 几个 一个 这不都结婚25年了吗 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你看我们两个呢 是96年的时候吧 通过介绍人认识的 相处了有一段时间 后来知道他那边父母都不在了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我就想着要 以后有孩子呀什么的 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就是想着要跟他分手 但是后来 他哥哥姐姐呀 过来说 在我们结婚以后会帮忙 然后我妈那边也劝说我 我也感觉着 他这个人看着挺实在 然后到98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结婚这段时间倒是挺好的 两个人也经常沟通啊交流啊 就有了儿子之后 慢慢就矛盾就开始了 咋了呢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已经下岗了 弄了一个小店 就是那种化妆品小百货店嘛 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一个人又在看店 还要进货 还要看孩子 我就觉得力不从心 然后那边呢 他是一直也是上班 非常忙 就是顾不上 我的脾气比较着急 说了多了 他就不吭 哎呀 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理解 所以说当时 我确实有那个念头 坚决要跟他离婚 后来他的姐姐 然后就过来就说 哎呀你看这孩子 长着长着就大了 没事的时候 我过来帮你们照看照看 然后再过两年 都上幼儿园了就好了 我妈也劝我 你舍得把孩子 丢到这儿不要吗 所以说就这样 差不多孩子 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吧 又赶上了我们家 那边房子拆迁 拆迁的时候 他也不管 还是我一个人 你想想一个家都没了 然后也没有房子了 没有什么了 他那边还是不管 从房子拆迁 到找房子什么 都是我自己弄的 他根本就不管 等于做了甩手掌柜是吧 不是这样了老师 家庭生活就是 有主内了有主外了 他平常就要照顾孩子多 在家里时间长 我的工作性质 基本上没办法在家里 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后勤工作 有时候就是一天 两天都不在家 隔两天了 晚上回家来 就是睡一觉 第二天都又去忙了 事多你知道吧 就是经常不招家你知道吧 我不是也看店吗 就你忙我都不忙吗 他就是太强势你知道吧 对 就是鸡院嘛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孩子不是上初中吗 然后我去找了一份工作 活也有点累 然后就也腰疼嘛 加上工作累 心情肯定也不好 孩子呢 正好上初中 就是到初二那一年 就是他有点叛逆 老师后来还跟我说 他可能就有那个 上网吧那个习惯 所以说我一听我就火了 本来我天天上班 确实是都挺累的 教育这方面 我给他说他也不管 然后都是我 后来我说这马上都快 中招考试怎么办呢 然后又给他花了 一两万块钱 就报了一对一 不是害怕他考不上好的高中吗 你想想孩子未来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高中 那大学肯定更不用说了 那孩子为什么怪你啊 你就是太强势了 他不讲理由 就是那一次 就说他抢孩子的手机 你知道吧 他也不说明原因 他脾气火爆了很 拿着手机都给他抢过来 他也不找理由 就是不让他玩 该中招考试了 他跟他玩手机 我给他要了不要 我不给他抢过来 我怎么办 我没说你不该这样做 但是你总在讲究点方式方法吧 你总在给孩子交流吧 你脾气一上来 也不交流 就是按照你那件 你给他交流吧 你天天就知道宠着他 你看 我们俩就没法交流 我一说话他都刺我 看出来了 那后来儿子怎么着了 后来反正是考坏 还算是考了一个 差不多的高中吧 这就别回忆 你就告诉我 现在儿子怎么样 现在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那不就完了吗 结果不都是好的吗 过程当中有些问题 还说他干啥 就从刚才两个 对孩子这个交流 和这个结果来看 我们大体知道 那个时候的这个婚姻状态 是怎么样了 那么除了孩子之外 后来他又暴露出 什么缺点您觉得不好的 他家里头本身就有 那个高血压 那个就是遗传吧 医生也交代说 不让他吸烟 喝酒 然后他这边了 根本就不听 所以说我就说 我说你看 你本身有这个病 你要克制一下自己 是吧 我怎么克制 你对我那样 你让我怎么克制 我生病住院 大大小小也算个手术 他都没有去看看我 我们俩就说了 平时过日子 有时候我还能给他 制造一个意外的惊喜 有时候去电台点个歌 祝他生日快乐 就说怎么样 总之我生活本来都很艰苦 我只是想增加一点色调 就说让生活过了 是不是温馨一点 他不吃这一套 您猜他怎么说 你就会来这些 他说我形式主义 虚头霸脑 说我搞了都这些形式主义 你有那个心思 都花到挣钱上 就说我没担当 就说他反正他总是怪我 为啥生命住院都不去看呢 我天天我都不上班了 孩子上学不用钱吗 我咋不去看他呀 我非他天天在那看着医院 不是有人看你吗 我没要求你天天去看我 你自己把去那儿去 我说几句 就说暖心窝了话 就是我要的是那个温暖的 对不对 我看你们俩这脾气 在这儿我一会儿不压的话 我让你们放开的话 你们能不能动手 那当然我抱了狠 他还打过我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动过你一根手指头没有 就因为你不知道老师 他我知道 我知道他会跟着我 就说确实受了不少了苦 那时候就说呢 那不是他刚才说了 就是介绍了这些事情 他因为上班他太要强你知道吧 他都没说这里头具体的细节 你知道吧 工作我觉得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你说干好你的本职工作都行了 他什么都争第一 他是商场的那种营业员你知道吧 为了业绩 为了多挣那一二百块钱的奖金你知道吧 他加班加点 比方说只要有机会了 下去搬的 因为他们的货要上架或者干什么 他去搬的一些货物 我不是想多挣点钱了 都是挣江的货物 你一次两次可以 时间长了身体不垮了 最后腰间盘突出 我就说上别再干了 你要是你把身体要再拖了滑了 对我更没好脸色 对孩子的态度更不好 然后我就说到 我说你这个病必须得治 他就听进那些旁门左道 买那些理疗仪 还有那种腰带 你知道吧 我们家好几台 我让他去珍贵医院治 他不治 他说这能治好 还吃那些保健品 我不是为了省钱吗 你又不是说多挣钱 我也多挣钱 是不是 我不是还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你看你光给我吵 我就是说 我是不是也是为你好 就因为这事 我数落到那去 那天正儿子 他不是在家养病 他妈妈来看的 就是拿着那瓷子 那茶缸杯子 我们离得很近的 照着我头上和打过去了 那你平常都唠叨都算了 我妈在那你还说 好好好 你看 你是想让我妈吵我呀 还是什么呀 他说我不给他面子 说真动手 他总是常有理 真动手 对 真动手 那他当时一说 我就随手拿一个茶缸 就正好让他走 夫妻之间 我觉得男人不能打女人 同样的女人 也不能打男人 这样我在我的概念里头 为什么我从来不动 我感觉都伤感情 是是是 他就动过这么一回手吗 还是 要是一回我就不说了 就是因为我只要一说 我们俩后来 他说我冷暴力 我为什么不说话 就是说了就这样 要不就是吵 要不就动手 他动手一般是用手打 还是抗起什么东西就砸 他就是好砸东西 这说白了就是好真是这 你自己不挑时候 我本来心情都不好 他非得跟他道道道说 我刚买了一双鞋 你是一双鞋吗 那女的谁不喜欢 我跟你说老师 我们家的鞋 可以开鞋店了 买的都有四五十双 鞋架上摆的都是他的鞋 我其实我不是说不让他买 因为我们家的条件 确实不好这吧 经济能力 我也知道 我就是说挣了不多 但是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管你买衣服也好 就是说你买鞋子也好 因为到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是吧 就是说不是像小姑娘了 家的条件也不好 你买几件合适的 得体的 哪怕贵一点 我的意思 你有钱吗 我也想去买 去那高档的商场里 他意思就是 刺我不挣钱 我听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几件衣服都可以了 这样也不浪费 我跟你说老实实 我气到哪了你知道吧 鞋子你买的多了 你肯定 你说他能穿得过来吗 有了新鞋子 放了儿子不穿 他买的 他也是为了省钱 我看着舒服 我就想买 怎么了 他买的都是那些处理的鞋子 便宜你知道吧 他也是为了省钱 这我也知道 但是就是说 你这样实际上 钱也没省掉 是不是 也浪费了 我就是 后来我们为什么 就是冷战 不交流就是这 交流就是这 要不就打 不是光我说 儿子说你了没有 儿子怎么说了 对不对 就因为你天脸说 多了才说了 你看他说我 那他说我 你都不会支持 你说你妈就应该买 你做了对了 我支持 你做了不对了 我也支持嘛 你就是事多 就因为说这 拿着那拖鞋 还是拿 你知道吧 他不分 他不分轻重 你知道吧 幸亏那个拖 这一次是 这有什么说什么 那一次 这一次的拖鞋 他是因为拖鞋 毕竟轻一点 就说不是说太重 还是 他就看着你 他生气嘛 看着我脸生气 就照我头上打 我跟你说老师 我不是 我心里真是 我真的什么觉得 我能感觉得到 你说 你说这鞋子 衣服都是小事 咱不说了 作为夫妻之间 对不对 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们分房市 已经好久了 我为什么不给你 住在一张床上 一个房间 你不知道吗 你那都是理由 他嫌弃我 说我吸烟 说我晚上睡觉 磨牙 那屋子里头都是烟味 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说主事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他那边呼噜 打了震天响 我根本就睡不着 咱们又不是 刚结婚的小夫妻 都中年夫妻了 非得住到一个房间 我就不想跟你住 一个房间 你还是看不上我 你就是我跟你说了 你就是对我心里有气 你说那都是找了 都是借口 天天一个大男人 我做饭也挑毛病 什么都挑毛病 你那不挑毛病吗 不是光我说 儿子说了没有 他做饭 我跟你说 刷那个碗 那碗上的油 你说 那是儿子说你了没有 吃个饭 有那么讲究吗 吃饱就拉倒了 你看主持人 我洗个青菜 洗三遍不行 他得洗六遍 我包的蒜 一点蒜皮都没有 那你一拍一炒 不都完了吗 哪有那么多事 你有蒜皮也行啊 那蒜包了坑了挖了 你说一个大男人 天天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所以说我就现在各吃各的 我也不搭理 你说就说七话 我问一句啊 有没有谁不想过了 我不想过了 您还想坚持对吧 我想坚持 你想我天天为这个家 孩子孩子他不管 我干活吧 他也是老是埋怨 这不好了 那不好了 我好奇地问一句啊 就是不管不管的 这孩子怎么还读了大学 还要大学毕业了呢 那都是我管的啊 那他呢 他挣钱吗 他挣钱就不算事是吧 我也挣钱呢 他挣的没你多 我没他挣的多 哦 这咋不喊了呢 你看不上他什么 不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跟他沟通 就是后来有了孩子之后 跟他说啥的都 不理我那么多 我就觉得他冷暴力 就后来就干脆就不沟通了 是不是生孩子之前 就是你们俩一开始的 相处模式是谁听谁的呀 应该是他听你的对吧 是他听我的 就是在这个家里面 其实主导者是您 我能这么理解吧 对 我问几个问题啊 这二十五年 他有没有对您背叛过 没有 确定吗 他不是那种人 没有 确定没有 确定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有一些妻子 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他过不去坎儿 所以我就要非跟你这样 所以说这二十五年来 最看不上这个男人的 应该不是他的冷暴力 他不能挣钱是吧 对 他如果挣了多的话 我就不用 那么操心 你是嫌弃他没本事 对吧 有点 所以这么多年 就一直压着他对吧 也不是压着他 你不会挣钱吗 你最起码你没有时间 你去给孩子交流交流 不是 现在儿子不是在学校毕业了是吧 儿子跟谁的关系好啊 跟我的关系好 你不是不跟儿子交流 怎么还跟你的关系好 我是就说呢 遇到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发生了以后 我因为我不在场 我没法管 但是我会私下了 我会和儿子说的 我说他妈妈就 爹跟儿子 我这边立出了 然后他那边 我就是我没向着他说话 您是出力而不讨好对吧 是啊 那儿子现在这个 你们觉得儿子这个成长 到今天这一步 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还算是成功吧 但是我觉得儿子 受他的影响 就是说呢 也不少 你为啥不想分开 他人好啊 他就是脾气不好 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他的脾气 谁人好 我爱人啊 他人咋好 他也不关心你 还动手 他很吃苦 要强各方面 我就是说呢 我总感觉就是说呢 我们俩说话就是说 原来那时候也可以呢吧 但是我 对啊 我这么多毛病 咱俩就不用过了 我不是怪你 我只是给你 希望你能听进去 收敛收敛脾气 你就差求他了 我也不知道你做了 什么亏心事了 不是主持人老师 我总感觉 作为一个男人 他跟着我没享福 我觉得确实有点亏 而且你说这么多年的 青春也丢了 然后这腰间蛮突出 还有病 我心里确实亏忧 但是我 但是我老师 人都是矛盾体 谁不自私啊 不是你光 我受不了他这个脾气 你说都是说我腰不好 你知道我对你最 你说 还是说到他那个病 他如果他那个 烟啊什么呀 他就是把我说的话 从来都是当耳旁风 你想想儿子这么大了 以后这个家庭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高血压 要万一有个什么事情 你说这个家怎么办 我说的意思是 他酒烟 我让他 不让他吸 他非得吸 不让他抽 他非得抽 刚才你先生 其实也说了 他说他对你是愧疚的 在内心 因为他没有给你好生活 你觉得你嫁给他 二十五年 亏还是不亏 我觉得有点亏 这个亏来自于什么 如果我要一开始 不嫁给他 我也不会到今天这样 也许更惨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我就想着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不过算了 您不想过了 对 不想过是怕 孩子也大了 不是 你不想过是怕什么 是怕他有一天 喝酒 加高血压 脑溢血了 瘫在床上了 你钱麻烦 还是什么 也不是那 我就觉得 你想想 二十多年都过来 不管吵吧什么 这就分不清了大小事 你说平常吧 你说我做饭了 什么呀 这些毛病都算了 你说你自己的身体 都不爱惜 你还说我 多关心我 多关心我 你说我相信吗 听懂了 肯定不离吧 不想你 烟酒能见吗 关键是我心里 我也有说不出来的委屈 对不对 你说 我就这几十年了 我就这一点爱好 我难受的时候 就想喝点酒 不是不让你喝 就想洗点酒 我的意思是 你自己在家喝了干啥 你能下牙多高 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行吧 你们看吧 二十五年的一对夫妻 谁的心里都没有外形 谁的心里都没有外形 两个人的所有的心 都放在了这个家里 想把日子过好 但是这个日子 好像过得就是不舒心 就是不如意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委屈大了 对吧 都觉得别人在欺负自己 自己好像 嫁了这个人 娶了这个人 都那么不如意 是吧 可是到关键时候呢 又有人拿一些东西 来逼着对方改变 比如说 妻子会说 我就希望你戒烟戒酒 因为你有高血压 看起来焦点在这个地方 实际是二十五年 婚姻当中的一些积怨 怎么调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圈 平时无话可说 也有话说 那就是争吵打闹 你说他冷暴力 你自己的暴力呢 你们自己也明白 你们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你们的婚姻 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他不能干 赚不了很多钱 这一直是你的心病 如果一个妻子 二十五年的婚姻 只盯着这个老公 能不能干 能不能赚钱 很多家庭早就都散了 哪有可能各个丈夫 都是非常能干 非常能赚钱 为什么不多看看 她的优点呢 原因很简单 她心中永远耿耿于怀的是 我对这个丈夫不满意 当年你蒙发离婚 是因为家人的劝阻 孩子还小 但是这个心结 她一直维系到今天 所以到了此刻 她会非常断然地认为 我们这个家没法过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绝对是事实 但是毕竟二十五年婚姻 你让她一个人 决绝地提出离婚 她还做不到 她需要你的配合 如果你同意离婚 她立马 就和你去离婚 为什么今天到这里 你也愿意来 最好我们大家劝你们离婚 按我自己的判断 这样的婚姻 名存实亡 我听力下年纪还好啊 正是最好的年龄 孩子长大了 我们还算年轻 多好的人生的篇章 可以重新开始 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打呀闹啊 冷暴力干嘛呢 明明好日子 都不知道该怎么珍惜 年轻时候嫌她家 没有父母嫌穷 这是好吗 年纪到了中年 开始走向 身体衰弱的时候 嫌她身体不好 高血压 她抽烟喝酒 不是第一天了 你要真关心她 二十岁的时候 陪她借呀 今天高血压来了 你觉得身体 每况愈下 这叫好吗 包括你还对她动手 一个好女人 对任何人都不会动手 你那皮只要来 无论拖鞋 茶缸罩着就打 这不是一个好女人 该做的事 我认可你的辛劳付出 但是那个付出 咱平心而论 还是为你自己 你有为她付出多少 你有为儿子真正的 她的幸福付出多少 你说爸爸从来 不和儿子沟通 他就不爱孩子 我听起来不是啊 为什么你觉得 你辛辛苦苦 带大了儿子 儿子跟爸爸关系好呢 因为爸爸做得好 爸爸对儿子的爱 是无私的 不是控制的 不是占有的 所以 真的你做得不够好 既然那么不满意 你也别折磨她了 我觉得 一个男人 不是说能赚多少钱 而是说 我努力了 我为这个家 我爱老婆 爱孩子 我可能能力有限 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做了 我就不亏欠任何人 咱这前半生 就做得光明磊落 就这么个能力 儿子培养得也不错 那媳妇嘛 你也努力了 任打任骂 留不住 我就算了吧 我就是这个建议 谢谢 好的婚姻啊 它是一个坚硬的铠甲 能够抵抗生活当中 所有的不幸与难过 但是坏的婚姻呢 它就像一件 易碎品 一碰就支离破碎了 离了吧先生 没老婆怎么了 自由身 想干嘛干嘛 喝酒根本没人管 抽烟无限抽 今天想跟朋友聚会 又跟朋友聚会 明天不开心了 我就睡一天 我每天还得听她唠叨 还冒着生命危险 说不定哪天 一个烟灰缸砸过来 我就得去医院了 反正现在 有老婆和没老婆 有区别吗 而且没老婆 可能只是一时的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您又找到 新的爱情了呢 你真的试一试 就答应跟她说 分开 可以吗 那你没救了 其实任何一个家庭 都有痛苦 只不过有一些人 他会把痛苦 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边痛苦着 我一边享受着 谁家的日子 都是这样过 你如果看不上 这个男人的话 你可以转身就走 但是不能 这边拽着她 然后那边还打骂着她 还打压着她 就这就有点 不厚道了 我觉得 就再怎么着 也念她曾经 对您的好 但是要是 真的死了心了 不想过了 我觉得就不要 再欺负别人了 咱走就行了 对吧 你有没有想过 法律为什么允许离婚 因为法律 保障的是 个体的权利嘛 一个人 有跟你过的权利 也有不跟你过的权利嘛 有什么 对吧 我说我去国家的权利 就赶紧给我 告诉你 有什么 我认为 你过来不关门 它需要 在这边 没有 我认为 这边 在这边 对 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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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您的这脾气 您说换任何一个男人 就您这些事 能跟你走到今天 过到现在吗 就您这脾气 能过到现在吗 你今天就给说一句 敞亮的掏心窝子的话 不能 不能 早散了 所以这就是老师们说 咱们不要欺负老师 你想离开对吧 那你就勇敢地离开 义无反顾地离开 好吧 您再考虑考虑吧 身体是第一位的 别老那么一遇寡欢了 这五十刚出头 人生刚开始 图个啥呢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知道我这个人 就我说能力上 别人 我会用这一遇 但是呢 我说了 我说不是 是的 我们就说 你看我 为什么 我们坚持人 这方面 我们就说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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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早上之后 我就上班去了 上班去我给你留个字条 我给你做个早餐 你记得吃 他嫌我幼稚 我是不为了你好吗 我把我错了吗 他也让我要写回去 我就不喜欢写这种东西 不写的话 他就会发脾气 你说完早天就要是来一片下手对 其实对我们的ホ�给你经常都要看完 regulations on the Dion next one 那我不想让你回应我一下吗 我说一个词你别怪我啊 没事 活该 我就不该给他做 不是不是不该 是活该 二十二岁青春年华一姑娘 自己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去拓展 不 她要给一个男人洗衣服 洗袜子 洗内裤 自己愿意吧 该啊 还做早饭 我就不该给她做 做完早饭就吃了就得了 还要写一字条 早饭我已做好了 皇上您用餐 我就是做得太好了 善用完之后 皇上还得批示一个回复是吧 这不是活该吗 姑娘 就是当你描述这一切的时候 你没觉得这个恋爱谈的 特别无趣嘛 对啊 我特难受 而且我俩还就就中间分过一次手 分得好 你猜是因为什么分手 因为她爱打游戏 她成熟成熟地打 然后我俩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我受不了 我就给她分手 分了一两个月 她又来找我了 我想着就是她来找我 肯定就是她改变了啥呀 或者是有那个鲜花啊 特别诚恳地道歉 结果没有 就一个微信发着说 喂 我想你了 然后我就批批批跟她复合了 这活该加一嘛 那你们俩现在状态是个啥状态 就是她觉得我对她不刚好 那我心肯定落差大呀 你以前能做啊 你为什么你现在你就做不好呢 不是 你们俩现在算是 毕业已经出来了是吧 对 现在你是在哪儿 现在我在长沙 你呢 我也是在长沙 也在长沙 姑娘是长沙人吗 我是湖南人 但我不是长沙人 不是长沙 你家是长沙的吗 我也不是 对吧 你看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毕业了之后 人生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咱就别再聊那屋里一点破事了 有没有更大的人生规划 有 但是我俩就因为这个事 也是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我妈妈那边呢 就想让我回老家 因为我妈妈可能也心疼我 一个女孩在外边 她想让我回去嘛 然后她能照应我一下 我也省心 她呢 她就想在长沙多奋斗几年 我们毕业之后 我就陪她一时在长沙 而且我都没跟我妈说 我是在这个长沙陪她 就是才不回老家的 我只是跟我妈说 我说长沙的机会多 我说想在长沙 就是再拼个几年 所以你留在长沙 是因为这小子 并不是你所心仪的 一个什么机构在这 说我可以在 而且每天在长沙 也确实挺辛苦的 陪着你在长沙 是吧 然后你现在还挂上 我脾气大了呗 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性质 是以经验为主的 你经验多了 你才会有实力 长沙这边的学习机会 在老家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想在长沙 多学习一下 这长沙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职业选择地 对 但是对姑娘来说 并不是这样 是吧 对 因为姑娘可能想要的是 因为我想要稳定的 舒适一些 对 相对稳定 那你说你参加工作 你说你有经验 你也参加工作 这么多年了呀 我也没看着你 多少年 才毕业 他两年他要比我参加工作 久一点 专科生是吧 不是本科 本科已经毕业两年了 那也才两年 他每次都跟我说 他说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这经验什么 越来越丰富了 那丰富你就努力呀 他有时候还在家里边 特爱打游戏 还骗着我 你先睡吧 然后说我还有图要画 我今天搞得挺晚的 然后有一次 我就起来上厕所嘛 不堪不知道 一看真真吓一跳 跟他打游戏呢 这个场景 很多妈妈很熟啊 儿子说妈妈你睡吧 我要认真读书了啊 我要发愤了啊 结果妈妈 扮演起来说 四杯牛奶吧 你说气人吗 儿子啊妈 看你看什么书呢 我的妈呀 你说气人吗 我真的是 这有啥气人呢 这自找的嘛 你是什么设计啊 环境设计 打游戏是为啥 就是空余时间了 就想打一下游戏 放松一下 但你不能骗我呀 你可以跟我说 这为什么骗你想过吗 陆琪老师的观点 特别扎心 陆琪老师是这么说的 姑娘们啊 不要跟游戏争 人家花了好几个亿 几十个亿 弄了好几百个人在那儿 弄了一个游戏 天天变 天天变 肯定比你有吸引力 这你说的吧 对吧 游戏是比它有吸引力吧 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 打游戏不理它呢 这个也比嘛 你跟游戏比的时候 你就输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干什么 姑娘 就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就我现在特累 特难受 感觉跟她也过不下去了 不是 你只是谈个恋爱 怎么用了过这个词呢 就是我俩现在 就住一块嘛 这这么说吧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这已经基本算 你老公了 对 你们俩的关系 现在在你的心里 就界定为了一种 就是亲情 啊 就是已经 就谈了四年恋爱 就亲情了 行 就已经习惯了对方了 都已经 这就都习惯了 哎呀 那你今天 确实也赖我 就是我感觉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呢 她就觉得我离不开她了呗 也不会我想着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这落实感特别大 嗯 你今天陪着来的目的是啥 她是想让我做出改变 想让我像以前那样对她 但是我就觉得 生活不会能处处充满仪式感嘛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 也是经常吵架 有一点什么事情 不顺她的心意 她就会和我大吵大闹 好 哎 我凭什么不能说呀 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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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行 还喜不喜欢她 确定吗 确定 哦 确定啊 有没有一点觉得 这个女人还挺烦的 叽叽喳喳 但是不会 但是你 就是假如现在 你让我去找别人 我肯定也不会走 我没让 我谁让你找别人了 我知道你还没那二心呢 我就说你现在对她 是个什么感觉 就是 像自己的一个亲人 也是亲人 这就完蛋了嘛 就是还没怎么着呢 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呢 就已经成为亲人 你们这亲人 挺好成为的 她离开行吗 什么 不行 确定吗 确定 那你就回老家呗 你看她追不追 其实我们分开那两个月 就因为她打游戏那次 我又真回老家了 去了吗 她那会儿好像 请假回去了一两天吧 然后就跟我出来见了个面 然后就给我发个微信啥的 然后我们就复合了 刚才我说过这事 微信就发了个我想你了 然后就那个了 对 中间过程里就啥都没有 对 也怪我自己 放不下了她呗 所以她还是可以走的嘛 嗯 对 所以说了真话了吧 你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啊 我来问小伙子吧 嗯 今天她离开了 你也就是象征性地挽留一下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你会如何挽留 我肯定会直到往连到她 让她原谅我 如果她就是不原谅呢 那我就会一直求她 求有用吗 那我会做出行动 所以在你和她的交往经验里面就是 你生气了 其实我是有办法把你哄好的 对吧 嗯 我并不担心 对 对不对 对 听见了吗 这是实话 女生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生啊 想要个温柔体贴吧 就是至少对我善心吧 她温柔吗 她以前很温柔 她体贴吗 她以前很体贴 嗯 现在都没有了 对 都没有了 她对你上心嘛 她追你的时候非常上心 特别上心 现在也没有了 如果我告诉你 随着岁月你想要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没有 你还要它吗 但是我知道 但是可以就是 嗯 没有像以前那样 就回归平淡嘛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 所以你就说就你这底气 你跟人闹什么闹啊 你这段话里面就是 我离不开它 别问了 问一个特别无趣的问题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至少加入活 就是能够给我分担 就是体贴我一下子 好 接下来我就再问嘛 你觉得婚后 现在没结婚 婚后这个男人会变吗 变成你想要的那个男人吗 我觉得不会 对啊 现实就是这样嘛 现实就是这样嘛 又不想离开 又知道一切是什么 卡在这儿呢 卡在这儿了吧 姑娘 她以前到底为你做了什么 就是特别体贴我 因为我是舞蹈老师嘛 然后我那个 从小学舞蹈 然后有一次考级 我觉得已经势在必得了 然后结果就赶在眼上 然后我就腰伤 就受伤了嘛 然后我就 那种时间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就特别消极 我就没有什么实力 心情特差 也不出门啥的 然后她就让我开心嘛 把那个水果 做成那个兔子啊 小熊啊 形状的特可爱 然后来哄我吃饭 你开始拍照片了是吧 嗯 对 我今天来的时候 准备一个视频 来我们看一眼 这些就是 以前跟她吵架的时候 把这些照片都删除了 然后这是我紧留的照片 我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就特逗啊 你做这视频的目的是 就是我特别 就特别感谢你一个人 我就想着就是 留个记忆 我看这视频播完 他也没有感动 你也没有感动嘛 为啥 因为也没看出 我当心里挺难受 其实也没有看出 有啥情感来 分 我是不舍得分 但是在这样下去 我也无法接受 我处在十字路口 老师们我们可以调整吗 如果可以我们怎么调 男生要调什么 女生要调什么 如果不可以 我又该怎么做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没有女生不虚拢的 当然这要有一个度 但是你确实很遗憾 如果在一年当中 连自己恋爱的女生 深入都会忘的男生 没有女生接受得了的 当然男生和女生 在思维上是完全不同的 而她认为这样的一些 虚飘飘有什么用呢 她认为是华尔不实的 但是有没有考量 在女生心中 这样的幸福 她是可以记忆一辈子的 即便她把照片删了 她能够清晰地记住 哪一天我们一起 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所以这一点男生 您真的要改 您看我们这么大的年纪 感忘自己老婆的生日吗 当然因为现在工作忙 她要奋斗 要努力 要打拼 不能像以前 上大学的时候 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这一段恋爱 另外 追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我们真的不要实时拿到 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 恋爱阶段来说 更不要拿到今后婚姻去说 因为那一个阶段是不同的 我认为她对你的爱 依然是存在的 还有一点更关键的 你们这个年龄 真的是需要大拼和努力 您刚才说 我回三四县的老家 父母可以帮我 我可以安稳 你们这个年龄 还没有资格求安稳 长沙既然找到了工作 就好好打拼 如果说你们 在这样的打拼当中 不去竞争 那这个人生 就天天给你仪式感 你也没有东西可以炫耀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炫耀的 自己的扎扎实实的人生 这才重要 女生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听坏的吧 坏消息就是她改不了了 她没有办法回到当初 追你时候那个热气了 而且有可能以后 随着如果你们真正最后 生活在一起走到了一次 她可能还不如现在 因为以后又有孩子 老人 房子 车子 压力 等等 她可能会对你更没有耐心 可能过生日都不用你说 咱俩今天浪漫一下 吃个烛光晚餐 你自己都放弃了 她要出差 或者老人生病了 或者孩子怎么样 回不到从前了 这是坏消息 好消息的是 你这个男朋友 他没有二心 他没有想要离开你 你们生活在长沙 这么一个年轻的 有活力的 也有压力的城市 各种工作的压力 生活的追求 丰富的信息和资源 她的心里会承载 越来越多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甜蜜的爱你 你明白吗 所以回不去了 如果你说我还享受 希望能更多年的 浪漫的 有形式的 有仪式的爱情 只能换人 如果说我愿意接受 所有的恋爱 到最后我们将要面对的 共同生活 成家生子 都要有那些烟火的 疲惫的 压力的 但是彼此携手的 默默支持的 那你就继续 因为你们确实是 有爱情的基础 其实今天你要的浪漫 再过十年 那个浪漫会 节奏会越来越慢 不管你和谁 你成家了之后 面对生活压力 有爱做基础 但其他都是 真的是很鲜活的生活 鲜活的日子要过 所以这是你的选择 男生我想说的是 你确实是像于老师说的 你这太快了嘛 你至少拿出 百分之五十的殷勤啊 要不是哪个女生 跟你谈恋爱啊 一开始捧上天 对吧 花送那么多 礼物送那么多 把过去十八年 没陪人家过的生日 礼物还要送上 你太懂浪漫了呀 今天变成这样 你身边的女人 谁受得了 所以你要想过日子 你就找一个 想和你一样 愿意在大城市 打拼我们共同 什么将来的房贷 车贷 我们去迎接新的生活 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能出门都是拖鞋 因为累呀 你就找这么一个人 过日子 你别找这么一个人 谈恋爱呀 明白吗 忠于自己的内心 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就谁也不累 我相信你们有爱 也希望你们能调整 但是挺难 加油吧 年轻人 真相就是 他用心给了你 那么多的惊喜和仪式感 未必是多爱你 因为呀 他身边 换做任何一个女生 是他女朋友的时候 他都会那么做 这个惊喜和这个仪式感 不是为你一个人 这是为爱情 所以有的时候 真相就是很扎心 那换言之 他现在不这么做了 不给你惊喜了 不给你仪式感了 也未必代表他就不爱你了 因为每一段爱情 走到下面的时候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也是真相 我们都说童话是骗人的 对 就是骗人的 灰姑娘的故事感人吧 浪漫吧 那你说 为什么灰姑娘十二点之前 她必须得 小时必须得回家呢 就是幻想的 十二点 就必须要回家 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呢 不是童话故事里面 那些浪漫的桥段 就是告诉你在男人面前 该消失的时候 马上消失 他们才能翻回来头找你 你就每天这种殷勤的 给人家去做早点 你想让人家对你怎么样啊 所以很多东西 都有两面性的 你知道吗 你一边说着 我是你的保姆吗 一边又给人家提前 一个小时早起 做着早餐 你说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就是把自己当 成那个角色了吗 所以在爱情当中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如果真的遇到平静和问题 不要先揪着这个事 一定要一个结果和答案 你这个时候 就很好的一个段时间 就可以发展自己 可以去设计自己的未来 然后当你变得 全部都是闪光点 每天光彩奕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男人他天天 围着你转了 这也是真相 仪式感 重要的不是仪式 而是感觉 永远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想要这个感觉 或者说别人能够 发自内心的 给到我这个感觉 仪式感它才成为仪式感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仪式 而去要那个感觉的话 谁都可以给你 谢谢 你一年回家几趟啊 我一放假我就会回去 你每次回去 你妈对你好几天 我回去 是不是最多七天 我们有个网上的平均数字 你回家三天之内 你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三天之后好吃的没有了 到了七天就开始吵架 到了十天就恨不得把你赶走 你连你妈这种亲人 都只能忍你七天 请问这个人忍了你两年 四年了啊 就算他前两年对你好吧 忍了你两年 是不是这个人比亲人还行 听懂了吧 听懂了 第二个问题 刚才沙纳老师说 灰姑娘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 所有迪士尼的出逃公主 最后都回到了皇宫 你看我灰姑娘是不是 嫁给了王子 是不是白雪公主 最后又被王子给救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她过不下去 她过惯了公主的生活 在外面什么洗衣服 我今天洗一天可以 洗两天可以 洗三天我受不了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一样 我为了爱情 我愿意做家务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啊 这里面有一个情绪堆积的源子 就是当你的平衡生活 被打破的时候 你的情绪在不断地堆积 你这个情绪又发泄不掉 最后你就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难受 最后你只能回去当公主 就是你妈说的 哎呀回来吧 妈可以照顾你 但是你忘了 你妈只能忍你七天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呢 为什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要真有公主的命 你回家当公主 没有人来这 不要跟他一块过 你回家有人伺候你 不管谁伺候你 去 完了 第二个 你努力让自己活成公主啊 你拼命地挣钱啊 挣完钱 你说我请你保姆行不行 我从此以后不用洗衣服 也可以啊 你不能两边都不招吧 对吧 既没有当公主的命 自己又没有办法活成公主 最后还说 你非得把我宠成公主 凭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那这个时候 生活里的争吵就应该是常态 合不合适自己看 恋爱的真相就是这个 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个 你们真的如果还相爱 还愿意 你们找一些共同要去开发的事情 我相信可能还在爱 能不能坚持 愿不愿意去改变 是你们自己的事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确实我 确实这段时间没有给你想要的 但是我现在真的向你保证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给你想要的仪式感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觉得我很累了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吧 没图过你啥 但是你一直就是 没有把我放心上 反正每次都要 都要就是感觉 拿我当儿戏似的 各种理由来读我 我觉得特别特别心累 而且我跟着你这么多年 我也真的是 陪着你过来的 你觉得呢 所以我这一次 我并不是很想在一起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咱们预测一下吧 男粗女不粗 双不粗 但是我觉得今天 还是会双粗 来吧 咱们看看他们的结局吧 请看看 双处来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祝你们开心啊 加油 来 你们俩刚才在交流什么 陆琪老师和莎娜老师 我就跟他说 我说睡公主 他肯定得先看一下 那王子帅不帅 他要不帅 他就稳不行 你知道吗 我就拿着这个镜 我就稳不行 帅我才能稳得行 就是你永远 就是你永远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行吧 祝他们能够在 生活的磨练当中 建立更巩固的情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未抗力 再一次感谢葵花药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